范冰冰深夜发朋友圈称李晨没有尽到男友之责?原来都是闹剧一场管道号娱乐新闻哥兰塔尔罗特。 如今的范冰冰在经历了那一场事件之后,早就已经变成了人人而诸之的明星,毕竟曾经的她有多么的嚣张,现在就有多么的灰头土脸,曾经媒体报道她的时候,都是用的各种吹捧的语调,但是时过境迁,范冰冰想要再出来工作捞钱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 范冰冰犯了法,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她的男朋友李晨了,当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,毕竟那个时候的范冰冰生活得非常的好,算得上是名声最盛的时期了,而李晨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演员,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李晨的真心,觉得她是不是就想要靠着范冰冰上位。 再加上李晨前女友还都是比较火的,情势被爬,让人觉得李晨就是一个渣男无疑,但是没办法睡觉范冰冰喜欢呢,在事情调查期间,两个人就像是伤两额一般,似乎都是消失在了观众们的视线之中,也都从未发过声。 直到事情查清楚,真相大白之后,李晨才站出来帮着范冰冰说话,说有事咱们一起扛,这一说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十分刻意了,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,范冰冰就像是消失了一样,李晨也似乎一直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忙于拍写。 在新戏杀清之后,就火速赶回家去陪范冰冰,毕竟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算是致命了的。 每一次两个人就算被拍到的时候,也都是遮挡得十分严实,不似以前那般安爱外漏。 就在双十一的时候,网络上面惊陷了一条范冰冰的朋友圈,大概意思就是说李晨作为男朋友,没有尽到男朋友的责任。 说自己以后的路要一个人走,遇到事情也要一个人抗,说得十分凄惨的样子。 但是仔细看看这条朋友圈的文字和图片,怎么看也不像是以往明星本人在用的样子。 果然,不久之后,发布这条信息的人就被打脸了。 随即便被人公布这条消息魏布什消息,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别有用心之人披出来的。 不过就算一眼能够看得出来是假消息,依然还是有那么多的观众选择去相信,只能说明这两个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,真的是不如以前了。 事发之前就已经订婚了的两个人,这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婚了。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选择原谅范冰冰呢?